每年都有一個榴槤的飛星桶 每顆星代表這個時候的時運 其中最簡單的就是二黑最差的星 現在這顆病符會帶來很多病菌、災禍 明年病符會在東邊 所以熟冬的爭執就麻煩一點 即是熟龍、兔等 如果本來已經不太強壯 大家要小心一點 一般睡房犯了的毛病 十個九個就是床的頂部不可以有東西窄 看到別人的陣子窄著頭 要不睡十二個小時 二十個小時也不夠 要不整天都睡得不好 明白嗎 我們每年都有一個榴槤的飛星圖 這個飛星圖其實是跟風水的概念有關的 我們經常都說風水輪流轉 因為這顆飛星其實是每日、每時、每月、每年都這樣轉的 亦都有一個大運的二十年 一個大轉 這個飛星通常人們不會算到這麼細節 每日、每時 所以通常用流年或流月來計算 這個飛星圖裡面 今年有1至9顆星 每一顆星其實就代表這個時候的時運 的輕旺、衰弱 裡面其中最簡單的就是那顆二黑 很多時候這個下緣運最差的星 就是因為二黑代表病符 所以到了上緣運 病符旺的時候 我們發達的人 就全部是賣藥的 明白嗎 那個時代就是賣藥的 現在就是 這顆病符 去到哪裡 就會帶來很多 所謂的病菌 災禍 有很多朋友問我 因為坊間有人傳說 就是將一間屋的平面圖 畫一個狗公架來做的 其實正式來說 就不是用狗公架的 是應該用一個放射線 因為八個掛 每個掛佔45度 你知道正北在哪個位置 北的兩邊就是22度半 剛剛是分界 然後就是東北西北 接著就是西南 一直這樣排 你就用一個好像放射線的形式 向一間屋 為什麼呢 因為有些屋是深長的 所以那些位置是會歪的 那些人又說 你放了這個之後 中宮怎麼放 中宮的放射線 就是交叉點 那個位置附近 所以這個其實很容易擺 明年病符就在東邊 所以那些屬東的爭竅就麻煩一點 即是屬龍、屬兔那些就會 如果本來本來已經不太強壯 大家要小心一點 如果你本來已經是伸強力壯 都要留意了 有些什麼突發事件之類的東西 還有這件事 一定要配合你的家居 所以如果今年 如果你的單位是東邊開門的 這個也是要留持要小心的地方 第二個最差的位置就是西北位 也都是屬豬、屬狗、屬鼠、屬鼠 這三個都有點容易惹麻煩 那如果你們 那當然啦 因為十二生肖 我只不過是一個 叫做 概括的形容一些人 因為每一個人 還有自己的命 很難這樣 準性去計算 但是基本上來說 這幾個生肖的人 就要小心健康 十二生肖來說 流年 明年就是套年 所以正式是犯太歲的 所以正式是犯太歲的 那 屬雞呢 就是屬於 沖太歲 就是 不要 現在坊間流行 什麼都說犯太歲的 其實就有分別的 那另外 屬龍呢 明年是屬於所謂 叫傷害的 所以這四個生肖 明年都是一般的 那如果要 是剛剛理會那個生肖 最好就要小心一點 這個是會對大家 身體健康等等的事情 一切做事 出行都有影響的 這個病符今年就是向東 所以 凡是你家的門那裡 剛剛開正東的 以一個單位計算 我不管其他東西 總之以你自己住的單位計算 剛剛道門是向正東的 那你就容易惹麻煩了 那我就有一個 那些榴槤的九宮飛星圖 那你就怎樣呢 就是每年 你可以上健康媽 或者上我的Facebook 就可以看到這個圖 自己自己 跟那個圖的各個方位去擺設 要處理這個病符 就是要放一個葫蘆 上面貼兩個金屬的 現在我就會叫別人貼銀 或者貼個蠔紙 或者之類的金屬的東西 在上面 這個位置就寄擺紅色東西 今年 基本上是這樣 第二個就是西北便 西北便就是孔王道 如果你的房間 剛好開正 二黑門 窗也在西北便 這個便是很不利男主 即是男人在家裡 就不太妥了 這個便可以在西北便 放一個五層的風鈴 掛在窗邊或者角落那裡 很多人擔心風鈴會亂響 其實這就是誤信謠言 如果一個正常的風鈴掛在室內 是不會響的 但我要提醒大家 當你掛這些東西的時候 是不要作釘 即是買過那些膠貼的勾 就已經可以搞定了 這個風鈴也一樣 坊間有些風鈴賣到 又有紅色繩 又有些紅色的東西 全部這個位置都寄紅 這兩個位置如果放好 基本上你便可以幫助你 一些健康上的問題 今年最旺的人就是 南邊 有這個開門的人 南邊 所以這邊你很容易 放一張黑色地毯 放八個銀在地毯底 然後放一盆紅花在門口 這個位置會令到你 今年是非常輕旺的 其他的方位 就可以關於讀書 你舉個例子 今年的中宮 就可以放一個紅色的地毯 通常正常的屋 就是那條走廊位 剛剛進去那個 油廳入睡房的位 所以你可以放一個紅色地毯 北邊你就可以放一個 啡色和白色的地毯 就放一個四層 四枝的水種竹 那麼 東北邊你就可以放一個 水種的紅花植物 東南邊你就放四枝水種竹 然後西南邊 又是放一些紅花植物 西邊就會怪一點 因為它是三剎位 所以你就要排四棵 同樣大小的綠色植物 然後呢 你就放一個鴉 放三分一鹽 裡面就放六個 比如五毫子 加一個 一元 然後就把它倒滿水 放進去 這個我們就叫做安隱水 這些方位的擺設 你就可以根據我們的飛星圖 自己根據它來放 我剛才提示 這個飛星圖 就等於一粒感冒藥 是治療小病 治療不到大病 如果真的大病 就可能要過別看風水 一般睡房的人 睡房犯了的毛病 十個九個就是 那張床的頂部 就不可以有東西窄 包括吊燈 包括橫梁 其實呢 如果它譬如這個例 橫梁是放在左邊的側身 窄著那張床 那個人的左邊身 就經常都有問題 那個吊燈 很多時候會放在剛才人睡的肚子 那個位置 就經常都有肚痛 這個第一個 要旺財 就是那張床的床尾 就一定要空的 留著名堂 就不可以蓋櫃 來塞住它 現在那些人經常叫沒有錢 那些人 就是有這麼多位置都起個櫃 塞住了個名堂 所以就聚不到財 你可以試試找你的朋友 你做風水師都可以 看到人家的陣 紮著頭 要麼睡八個小時 要麼睡十二個小時 20個小時都不夠 要麼整天都睡得不好 明白嗎 扎著腳 就整天有意外 每一次都可以 所以我有時候 甚至有些朋友 他自己的房間不能動 我叫他做什麼 睡廳 我們上一代那時候 很多地方 很多人是做廳長的 你留意一件事 廳長的後來的事業發展 是比那些不睡廳的人好 這個是統計學得回來的 所以另一件事 就是那些小孩子 千萬不要睡在床底 要麼他就讀不到書 不聽話 包括工人都一樣 通常就是一打開門 因為現在的設計 那些地產商 是說那些客人喜歡 就一打開門 就看到廳的外面窗門 看到騎樓 這個我們在風水上 就叫做村 村就是什麼 你的荷包有個洞 你擠到很多銀進去都 都掉出來的 明白嗎 所以 古人為什麼有個入正門 有個中門 有個屏風 要擋一擋他 這樣才可以聚裁 這就是通常 最多聽法的錯誤 如果你說要 關於身體健康的犯的錯誤 最容易的是怎樣 你擋燈的時候 火油的一組一組燈計 不要擋二 不要擋五 不要兩顆燈 或者五顆燈 或者買一個吊燈 有五個燈燈 你明白嗎 就不要敗 如果一般來說 最容易犯的毛病是什麼呢 就是現在很多新的設計 喜歡開放式廚房 甚至有些人 明明廚房關閉 都要剝開它 因為廚房 最簡單的房間分為門主座 門就是大門 主就是主人房的床 座就是家裡煮飯的座 而門主座裡面 主就是代表家裡的男人 門就是整體的景體 而租通常代表家居的女士 所以如果租擺單不好 家居的女士就少有麻煩 如果放開放式廚房 我見十有九 要不就單身 嫁不出 要不夫妻有麻煩 甚至我見過有人有病 都是因為房子打開了 所以呢 其實 現在有些高級的豪宅 是分兩個廚房的 一個西廚一個中廚 那個中廚就是關門的 西廚就是拿出來open kitchen 你明白嗎 那個理由很簡單 因為其實 如果真是中國人起鑊 你想想那些油煙多厲害 明白嗎 所以這個 整天都是很多時候 我見到現在出現的毛病 所以這件事就唯有 我就會提議別人 無論如何都辛苦都好 都要選擇開廚房 各位 你們現在看這個頻道 就叫做健康媽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節目 請你們在上面 就按下小鈴鐺 支持我們 還有可以繼續收聽我們更多 更好的節目 各位 拜拜